大家好,欢迎来到洛铁粉的频道,这个频道会讲一些火车的知识,希望大家喜欢,喜欢条片记得like和订阅,而这条片就会讲下一些车站,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讲一个车站,而我们今天就由冬铁线开始,今集我们会由冬铁线的上水站开始,那我们开始啦。 首先我们讲上水这个地区先啦,上水位于香港新界北区,是香港最北的新市镇,也是上水新市镇的一部分,上水一带原本是冬田,是1980年代的时候,发展为现代化市镇,而上水站一带就在市中心发展地区,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上水站,那我们开始啦。 上水站是东铁其中一个火车站,位于上水石湖区以南,彩原村以北,是进入边境浸区的最后一个车站,于1930年5月16日启用,上水站以橙色为主调。 车站设有两层,二楼就是大堂,一楼就是月台和部分出入口,而上水站有两条月台,一号月台前往罗湖或洛马州,二号月台就前往红磡,上水站就有10个出口,分别前往上水各区, A出口通往上水广场,B出口通往上水中心,C出口通往彩原路,D和E出口通往新云路。 上水站于1930年5月启用,车站用途本来用为接载石湖区民众而兴建,九广铁路在1970年展开双轨电气化工程,上水站于1983年6月1日,完成重建工程, 而九广铁路商轨电气化工程于7月15日,全线员工,到了2003年,为了配合洛马州支线所带来的乘客流量,九广铁公司在2003年初就旷建, 该站,工程于2006年1月28日,员工,在两铁合并之后,广铁公司为东铁线的月台进行翻新工程, 上水站就以橙色为主要配色,主要植物为向日坪,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上水站, 而为什么标题说上水站是很多人出入的呢?因为上水站一直被以为水货客的主要途径, 上水站每日都多达千人在车站以外交收水货,甚至摆放行李在车站, 所以上水站是最多人出入门的车站,该问题是现在疫情底下慢慢解决。 今日的影片到此完结,多谢收看今集的影片, 我们下条车站专辑会讲粉领站,我们下条影片见,拜拜! by bwd6 by bwd6